前隆45年公元1780 钦差大臣新进军机 总管内务府大臣 湘黄旗满洲副都统 户部作侍郎 前隆约最疼爱 大清当下最赤手可热的新生代权贵 纽护路 善保 和珅到达了云南 正月27出发 2月20就到达了贵州 和珅日夜兼程快马加鞭了20多天 一战的一马都被他跑死了好几匹 堪称完命 何大人下次这么狼狈 要到19年以后他命玩玩的时候 这一次和珅来到云南 是要拉一个人下马 那就是大清老牌顶级全城 时任云贵总督五英殿大学市 镇一品大员李世尧 这也是和珅崛起前 乾隆最宠爱的官僚之一 这波是新欢与旧爱的对决 乾隆曾评价李世尧说 由将军用之总督历任各省 前后20余年 因其才具上优 办事名干 在都府中最为出色 遂用为大学士 乾隆是出了名的刻薄寡人 骂人的时候 什么丧尽天良 泯灭良心 祖宗唾启 张口就来 夸人的时候 却相当克制 这句评语 足以彰显乾隆 对李世尧的浓情厚意 一个月前 云南两储到海宁 调任淑理顺田福尹 按冠理 进京向皇帝汇报工作 乾隆问起李世尧干的如何 海大人满口都是 好 很好 特别好 私底下却到处跟人抱怨 说李世尧拼命捞钱 还敲诈勒索他 结果就被和珅抓住了机会 李世尧痛快地承认了 全部违法事实 然后顺理成章地 被乾隆抄了家 乾隆爷是个细致的人 对抄家这项工作非常认真 如何抄家 有严密的制度与操作规范 所以留下了很多文字记录 这些资料 现在被称为抄家档案 是研究乾隆朝大官身家 最详实可靠的资料 李大人乾隆八年出道 在军队系统里蹉跎了十年后 终于在乾隆二十年 成为了公布左侍了 然后被乾隆爷看上 坐上了窜天喉号火箭 打这一年开始 他先后担任了广州将军 梁广总督 允贵总督 公部尚书 户部尚书 行部尚书 兵部尚书 五英殿大学士 与军机大臣 外加一个二等赵姓伯 可以说是乾隆朝 屈指可数的全城 从抄家清单来看 李大人身家不菲 他绕着紫禁城 买了不少房子 其中一个大宅子 位于崇文门内的大石桥胡同 距离故宫 直线距离两公里 被抄家的时候 这所大宅子还没盖完 143个房间 还有6个在装修 何人考虑到 皇城边上 不能有烂尾楼 于是勉为其难地接盘了 李世瑶的房产 珠宝与田地 再算上银钱 总共大约是28万两银子 不知道大家觉得 这笔钱算多还是算少 他出身明朝降降家庭 据说是李成良的后人 虽然父亲 先后在兵部互补干过上述 也没攒下太大的家底 李世瑶的身家 可以说全是靠他自己 辛辛苦苦攒下来的 所以他可以被视为一个典型 就是在乾隆朝一个顶级官僚 通过常规手段 贪污受贿 敲诈勒索 大概能攒下多少钱 28万两 乍一听好像不算特别多 毕竟根据坊间传言 将李世瑶拉下马的 和珅和大人 身价8亿白银 相当于大清15年国库收入 要想对28万两这个数字 有更清晰的认知 我们首先要弄清楚 清朝官员的正常收入 到底是多少 清朝继承了明朝很 多政策 其中也包括了 朱元璋制定的官员薪资标准 之前聊草运的时候 我说到过 清朝一个和运水手 一年收入大约是5两左右 这就能让一个壮年劳动力 苟活下去 再稍微体面一点的 比如像商店的伙计 乡村教师这样的 一年能赚到10两银子 外加管饭 官老爷 当然要和这种人拉开差距 根据清定大清 汇点施力 九品官一年 能拿到33两分路 外加15单路米 而像李世瑶这样的 一品大员 一年粪路是180两 外加80单路米 看起来高 但并不够花 康熙朝就有御史议论过 说一个支线 每个月收入三四两 一家几口人再养匹马 每天光伙食开销 就要五六千 一个月的粪路 也就够五六天花 指望人家不贪污 不劳钱不可能 那要怎么办呢 其实很简单 得加钱 甚至和康熙都给金官 设置锅补贴 但钱不多就算了 还经常取消 雍正上台后 直接宣布 所有金官工资打保 能抿双份愤怒 金官的日子 这才算稍微好过了一点 但也就是一点点 京城的房价物价水平 那是自古以来的 而且到了乾隆朝往后 随着物价上涨 双倍工资也不够用 京城里有不少官员 官服都买不起 要租 我看曾国藩日记 最大的感受 就是金官日子真艰难 高中近史 光宗耀祖 进入汉林 天子私人 但道德模范 一代圣人曾汉林 日思夜想的就十二个字 去外地 当考官拿孝敬发笔财 作为七品官 他的工资阵风 45两 额外的恩凤 45两 路米折算成银子 大约是29两 那一年的全部常规收入 就是119两 但一个金飘的湖南人 租个凑货 够体面的房子 年租金就要823两 几年后 他升级成五品官 把家人接到了北京 工资没涨多少 房租倒是翻了三倍 咸丰十年 创建了湘军 为大清续命 做出了丰功伟绩的曾国藩 终于获得了两江总督的任命 他激动到泪流满面 原因有两个 第一 终于能够截至地方官了 第二 终于有大额津贴拿了 曾国藩念念不忘的大额津贴 也是雍正定下的 叫养联营 数额很高 高出账面俸禄 几十倍的那种 作为兵部尚书家两江总督 一品大员曾国藩先生 俸禄正额180两 养联营是18000两 两江总督的养联营 在总督中 只能算中等水平 四川总督最少1.3万 直立和两广其次是1.5万 山甘总督和云贵总督比较辛苦 养联营2万 雍正设置养联营目的很纯粹 就是高薪养联 但效果也不持久 上外两银子养活自己 养活家人绰绰有余 但作为地方官 你要养活的远不止这些人 你得养活你的整个衙门 在大清地方官府里 从部阵室往下 知府知州知县这些 手下都有同知州判县城 这些官被称为富二左杂 名字不好听 但有编制能吃黄粮 而巡抚和总督 虽然是封疆大力 但性质上属于中央大员 到地方出差 所以衙门里一个手下都没有 被称为独官 一个人当总督 肯定什么也独不了 所以雍正元年 大清朝廷就发文件 正式允许 都府可以延请牧友 以资协助 但牧友给你资以协助 那你也得助人以资 要给钱 像两广湖广两江 这种地盘两个省的总督 一般都有正式募习的 事业二十几个 便宜的八百两一年 贵的得两三千 除了幕僚 办事的曹 也得请上四五十个 然后每个曹 还得再配七八个 打下手的低级办事员 不给配手下 这还不是最坑的 之前我翻张之洞文集的时候 发现过一个有趣的事情 张之洞和李鸿章经常通信 张之洞的信 一写就是一长串 李鸿章则是 嗯啊 知道了好的 就这样 三言两语一分信 一开始我还以为是李中堂夫也 后来才知道 都府之间交流工作 书信传递要快 又要保密 成本就很高 这笔钱 朝廷不给报销 别说官员之间写信 我大清连给皇帝写奏折 运费都要官员自己出 一个总督员们 想要维持基本运转 每年最少要十万两银子 所以地方官员 必须要通过各种名目 向下属 向百姓收钱 给自己创收 我上两期节目详细分析了的草运 就是各级官僚 灰色收入的最重要来源 根据估算 从乾隆朝开始 基层支线十几年收入 普遍在三万两上下 支付则是五万出头 而巡抚和总督 合法收入加上灰色收入 高达十八万两 这样的收入水平 刚好足够衙门老大养活手下 同时让自己和家人 维持高水平生活 皇帝也默认这些收入 没事不来找你麻烦 但别想攒下太多钱 比如1881年 当了十多年总督的左宗棠 收复了新疆 要进京当军机大臣了 他写信问另一位军机李鸿早 北京一年生活成本要多少钱 多低的也得六千两 左宗棠数了数存款 一共一万二当场阴谋 所以李世尧能够超加 超出近三十万两银子 那显然平时并不和手下官员们客气 对于这样一个影响极其恶劣 性质极其严重的腐败官员 乾隆的态度是死保 李世尧案从正月折腾到五月 终于快要走到尾身 按照大秦律底 李世尧的贪污金额 够他砍头三千次 但钦差审案大臣 不辞劳苦 亲自跑到云南 逮捕了李世尧的和尚 拟定的罪名却是 钦到钱梁 拟定的处理意见 是斩监后 大学士九卿复合案件时 一致认为 这判得也太爱情了 起码得斩立决 在大清 斩立决一般是秋后问斩 而斩监后是秋后回家 乾隆于世将案卷 发送给各地都府大员 让所有人都来发表意见 这群都府还以为 钱龙爷是想弄个反腐败典型 于是纷纷表态 怒斥封将大员 大学士李世尧 装饱私囊 上赴天恩 下窥百姓 只有安徽巡抚 敏厄员 说了一句 李世尧晚节有亏 而勤劳久住 可否稍宽一线 不利于处决 钱龙赶紧宣布 这么多人给李世尧求情 那就网开一面 出于斩监后 之前聊钱龙的时候 我提到过李世尧 说他两次被抄家 但最终都被重新启用 这说明钱龙纵容贪污 有的观众不认可 说钱龙明明也砍了 很多贪官的头 为什么我要拿特地出来说事 李世尧的待遇 确实有特殊性 但钱龙对他网开一面 并非惜财 而是惜财 钱龙多次念叨过 各地督府给我送礼物 就李世尧送的东西 最为用心 钱龙是皇帝 是个没啥审美的皇帝 能让他觉得用心的礼物 那首先 得用大价钱去买 李世尧受审时 说自己的非法所得 绝大部分都让手下拿去 在江苏广东等地采购珍宝 有购物清单为证 比如 一个叫顾廷轩的手下 就曾拿着2000多两银子 买了 阳金龙袍挂 顾秀龙袍挂 克斯龙袍挂 各三套 不知道的 还以为李大人有个皇帝梦 但钱龙拿过采购单 一看就知道 全都送给我了 根据计算 李世尧的家产 田产与房屋加起来 只占8% 也没留什么现金 家产中有82% 是各类珍宝 都是李大人到处收落了 打算送给乾隆的 故宫博物馆里 现在还有李世尧 当年送给乾隆的东西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闽哲总督成回祖 乾隆46年 甘肃冒政案事发 甘肃几百个官员 祖团捞钱 合伙骗了乾隆皇帝7年 这件案子的调查 持续了一年多 追回赃款300多万 仅主犯王胆旺家里 就超出了上百万两银子 乾隆47年7月 王胆旺的家财 被运送进了皇宫 但乾隆亲自清点后 发现不对 王胆旺有个米服的字帖 我见过 之前他想送给我 我没好意思收 怎么这次没有了 震怒的乾隆先后命令 浙江部镇室慎柱 刑部尚书柯宁阿 户部侍郎福长安 大学士阿贵等人 暗中调查这件事 最终发现 负责抄王胆旺家的 敏哲总督成辉祖 私吞了部分古玩字画 成辉祖家世显赫 他爹官至梁广总督 乾隆赐予示好文素 因为家里有钱 所以成辉祖 平日很少贪污受贿 当官几十年 除了能力交叉外 口碑很好 他侵吞王胆旺家产 不是掩馋那些东西 据说是为了打击报复乾隆 他弟弟陈彦祖 在甘肃当支县 牵扯进了冒争案 害得他被迫主动 给乾隆交了十万两罚款 陈大人怀恨在心 于是顺了点王胆旺的宝贝 求个心理安慰 但这个行为 被乾隆定性为 家奴盗窃主人财产 陈辉祖被辞自尽 陈家也自此夹到中落 从抄家当来看 陈辉祖的家产 大约相当于白银五十四万两 比李世瑶高出二十多万 其中古玩字画特别多 考虑到陈辉祖 出身世家大族 钱比李世瑶多 家里存的古董也更多 属于正常情况 李世瑶陈辉祖 是乾隆朝 相当有代表性的都府大员 说完了他们的身家 我们就可以再来聊聊 和珅何大人 和珅到底有多少钱 说法不一 而且相差很大 从2000万到8个亿不等 大家可以在弹幕里 猜猜和珅究竟有多少钱 之所以争议大 是因为家庆在这方面 就不如他老店 抄家工作做得太吐槽 没有详细完整的抄家档案 和珅身家8个亿 顶得上大清15年财政收入 这个说法 出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收藏的和珅犯罪群案 历史学家冯佐哲先生 考据过这份档案 流出的结论是 这玩意儿不太靠谱 很可能是宫内太监 或者好事者 根据各种传言编出来的 从当时相关官员的 奏折汇总来看 和珅位于京城 热河等地的房产 总价值大约20万两银子 他在直立于热河 还有大片土地 总面积超过16万亩 换算成银子 大约是19万两左右 和珅没什么实业投资 他的商业活动 主要就是开档铺 放高利贷 这也是包括成辉组在内 乾隆潮大部分 有钱大官的选择 和珅开了十几间当铺 铺面加上资金 总价值在64万左右 比较难以估计的是 和珅的珠宝珍藏 因为既没有完整的名册 也没有价值统计 但成辉组和李世尤 分别拥有价值24万 和23万的珠宝珍藏 和珅崛起的速度虽然很快 但他没有当过封疆大力 独霸军机处的时间 也不算长 这方面的家底 不会搞出这两人太多太多 因此保守估计 可能也就50万左右 和珅财产的大头 是价值超过300万两的银子和金子 综合来看 和珅的实际财产 可能在500万两左右 这个身家 抵不过晚清的李鸿章 和青天王一筐等人 也不如晚清最著名的官商 盛宣淮 1916年盛宣淮去世 留下的遗产 价值上千万两银子 但讨论财富 不能不考虑时代背景 和珅掌权的时代 田富收入 还占据大清财政的70%左右 而在晚清 田富收入已经下滑到了 30%到40% 关税 离金 与鸦片税 深刻地改变了 这个农业国政权的财政格局 也让官员的捞钱方式 与规模产生了变革 在和珅的时代 拥有500万两的财富 足以让他碾压 乾隆朝所有官员 乾隆超加排行榜的 后九位加起来 也就和他差不多 和珅的财产中 金银占比超过了50% 总价值超过300万两 综合其他财官的抄家档案来看 一般财官 手持现前基本只占 总身家的25%左右 金银铜混杂 并且分开来到处藏 而和珅却是光明正大的 放在自家北京的仓库里 好像时刻准备着被抄家 而和珅收藏的古玩字画 绝大部分也没有盖上 他的私人剑藏印 这也不符合常规 和珅的家产情况 说明和珅对自己的定位 有非常清晰的认知 我就是个人形存钱贯 时刻准备着供皇帝直取 嘉庆用最暴力的方式 打碎了这个存钱罐 并非和珅不愿意交出财富 而是真心实意的 不喜欢他爹留下的这个宁臣 不喜欢他爹培养出来的官场分歧 但也就像我之前说过的那样 大秦发展到这一步 已经击重难返 嘉庆可以赐死和珅 可以罢免扶长安 收回给予扶康安等人的荣誉 收拾他爹当年宠信过的这批官员 但他无力改变日薄西山的大秦 官场贪末横行 朝堂励志崩坏 已经成为了一种制度性的问题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 只能换掉产生这种制度的政权 最后还是感谢各位观众老 也可以看到这里 希望大家多多三连多多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